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事件繼續發酵 繼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員他進行演講後 建制派紛紛表態只不能接受山坡港獨的意識 更表示要求收回回子以私家壓力 有評論指港府企圖淡化事件 卻做到親北京的社平認為是對港獨軟弱的表現 究竟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有沒有受到影響? 而港獨的議題又有沒有平息的一日呢? 歡迎觀眾上網表達意見 次次平台星期日晚8時35分會和大家一起討論